TBWG 大家好我是SKY 大家好我是洛杰 欢迎收看 高学大小次 耶 今天很开心 能够邀请到洛杰来拍摄节目 我跟他大概有六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那我们先让他跟观众说一下 今天是出什么作品跟角色呢 你好我今天出的是 葬送的福利莲的福利莲 单红作品 没错 热门角色 没错 那你大概是花了多久时间完成它呢 嗯 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哇非常久了 没错 因为刚好遇到有订单 还有就是春节的部分 哇 这个最热门的时候 那个货运都会塞车啊 塞满满 所以才塞了两个月左右 哎 那准备这一帧有没有哪一个部位 觉得特别困难的呢 嗯我其实觉得最难的部分 是假发的部分 这算不算特殊造型款 嗯 其实算 不算了 就是还算简单 没有太多的层次之类 哦 所以会有没有推荐给一般的新手 poster们也推荐出这个角色吗 嗯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的 哎 在萤幕前的各位 如果对福利莲角色想要有心尝试的 欢迎大家踊跃尝试 但是 那莫姐你一开始是怎么进入到 posterbred圈的呢 嗯 一开始是因为一个同学 然后拉我一起进来这个圈 嗯 因为我们有共同喜欢的一部作品 特殊传说 哦 哦 当年很红耶 很多女生都有出 对 那算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儿时回忆的这一部作品 所以因为这个入坑 那我很好奇 那那个同学还有在出吗 嗯 现在就没有在联络了 但是应该 可能没有了吧 可能去当现冲了 对对对对 baby啊 纯猜测 如果你是那一位同学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对 莫姐应该会很开心哦 哦 谢谢各位 莫姐你这个coast的年次大概是多久了呢 嗯 我是从2011年开始的 所以现在算起来的话 应该大概13年 哇 超过10年了 对 时间非常的快速 我的认识是一个兴趣超过10年 一定非常的有爱 嗯 真的还蛮喜欢的 因为就是可以重现自己喜欢的角色 不过其实也不是说13年都一直有在做 就是中间有段段续续 哦 没有那么的蛮啊 对对对 有一点虚松虚松 哦 但是现在还是依旧有在出角 对 因为就是公 算是闲暇之余 可以当做自己的兴趣 希望这个10年 再往下一个10年走 看能不能玩到20年了 希望可以 会不会这样很期待 可以的话就是出道 坐着轮椅 坐着轮椅的福利点 福利好像不需要做轮椅 应该不用 应该不用 哦好 那我们谢谢洛杰的这个答案 洛杰你最喜欢的动画作品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动画作品是生之星 哦哦听过 他的话我真的很喜欢重看了三次有了 哇你一个作品重看三次 一定会有什么很好看的独到之处 可快跟观众们分享一下 呃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有一幕 按助教他就是放下捂住外界的爽手 然后所有的人的脸上的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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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定务必要收看這個作品 非常大推啊 喔 那很謝謝若姐透過今天這個影片的機會呢 向大家推薦深知行這個作品 莫姐妳最喜歡的漫畫作品是什麼呢 我推的孩子 喔 很紅很紅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 裡面有復仇還有推理跟演藝圈內幕的一些就是知識點檯 喔妳講這個我很認同 我一開始在看我推的孩子啊 因為他也有一定的推理成分在裡面 我曾經設想過會不會他突然演得像是柯南裡面的 雪山殺人事件 成員了成員了 那我們繞回我推的孩子 那這部作品最推的那個核心關鍵 若姐要不要跟觀眾們說一下 我覺得他裡面的劇情非常的新穎 嗯 雖然輪迴的作品還蠻多的 不過就是這種走向 然後還有講到比較多 演藝圈內幕 那這種詳細的東西 都是常常比較不容易 接觸到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而且他的音樂都非常的讚 真的非常讚 我個人私心也推薦我推的孩子 當作是 各位的推坑製作 我認為這都沒有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 推坑給身邊的朋友們 觀看 我最喜歡的遊戲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的遊戲是 原神紀錄 那你會推薦這一款遊戲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引人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的美術方面 是非常的出色 真的很棒 對 那我最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主線劇情 他的劇情都非常的豐富 然後還有他的美術跟音樂 音樂也非常的厲害 對很引人入勝 所以如果有喜歡的話可以嘗試看看 所以推薦螢幕面前的觀眾 可以下載原神這個遊戲 多推廣給身邊的朋友們 提供玩樂 若姐你有考慮當一個全職的構成嗎 有想過 不過因為目前還有工作 所以時間上就是 會比較有衝突 那目前都是用 下班的閒暇之餘 來進行這一個興趣 那有沒有 考慮過不工作 直接明天去當全職構成 有的話可以的話也很想 不過因為畢竟還是要先填飽自己的肚子 我還是要先上班啦大家 對 要先填飽自己的肚子 然後有力氣的 才能再去進行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樣比較務實 讓大家的現實生活也不要 因為玩構成而造成不良的壓力 這樣就本末導致了 對吧 若姐你玩Postplay啊 是偏向一個人玩呢 還是找夥伴一起玩 我會偏向可以找夥伴一起玩 但是因為我時間關係就比較難配合 社畜的無奈啦 沒有辦法 在大家熱門放假的六日 找到夥伴一起出 沒有錯 所以就只能找 就是有時間上可以好配合的人 所以如果有平日的夥伴 可以一起跟我玩的話 快點來找我 可以大膽在影片下方留言 若姐如果看到了 是不是他會跟你聯絡 好嗎 歡迎各位 跟他一起 當Cosplay的夥伴 若姐你玩Cosplay這麼久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事 嗯我最深刻的事情應該就是 玩Cosplay這件事情了 嗯 這需要有點老舍 我有說聽不太懂 觀眾也聽不懂 因為 就真的完全沒有想過自己 但是其實想一想 想起來小時候 就是會幻想自己有穿上 就是小模擬斗人衣的衣服啊 魔法棒啊 就是 小朋友有很多幻想的事情 我很好奇 你的小是多小 幼稚園 差不多 哦 6歲就是那種還在玩溜滑梯的時候 還在天真無邪的年紀啊 對對對 然後就會 想像自己穿上那些夢幻的衣服 然後拿紙包住自己的腳 然後就當作說 我有穿上衣服了 這樣子 想不到長大之後 還是 有在做這件事啊 對 今天還是出福利點 沒有問題的 對 可能從小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Cosplay 就是在心裡面 發揚光大 所以玩Cosplay最深刻的事就是 他玩了Cosplay 對 露傑我很好奇 你暱稱的由來是什麼 我的暱稱由來是 就是第一個暱稱 因為實在是太饒舌 太難唸了 所以我就是取了其中 我很喜歡的一個字 那後面的名字的話就是 找了身邊的東西 然後看到喜歡的字 去跳 所以就叫做 露傑 哇 其實 我一直認為 這是不是本來 你的本名 其實好像蠻多人都會以為 這個是本名的 對啊 因為就很 很正常啊 我會覺得這是 有特別設計過的 對 還蠻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就是 好聽 好看 又好叫 也蠻獨特的 嗯 好像沒有什麼壯明的機會 對 對 那這就是我們 弱傑 暱稱 的由來 弱傑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都想要Cosplay 但是呢 可能 處在一個 不知道該怎麼前進的一個方向 那你對這一些朋友有沒有一個好的建議呢 嗯 我覺得現在呢 因為網路非常的發達 資源也非常的豐富 對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網路購物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社團 就是收購二手的衣服來嘗試看看 然後化妝的部分就是 網路上現在也有很多的化妝教學 都可以嘗試看看 親手的 現在 可以進入Cos的門檻都低很多 真的低很多了 跟以前沒有假髮年代相比 是 這樣都很方便 聽過很多以前前輩 就是討論起假髮都會說 以前的假髮多難買 就甚至沒假髮 對 像現在也有很多衣服都是可以做的定制啊 是不是客製化 所以 我覺得如果想玩的話就可以放手 可以開心的去玩 在螢幕面前的你 如果還在考慮 該不該Cosplay 請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相信Cos圈有很多人可以陪伴你一起成長的 我這陣子呢錄影片 身邊朋友有給我一個推薦 要保留一體到最後 問今天錄的Cosermen 他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挑到的題目是呢 等一下會說 他現在是完全不知情的 非常的緊張看到沒有 喔 很像給他10秒 把他講出個答案 洛杰你出角這麼久了 當然阿宅那麼久了 我必須讓你在10秒之後 選出一個 你認為最帥的男性角色 是哪一位呢 喔 喔 已經過4秒了 能讓我放空了嗎 還有3秒 最帥的男性角色 2秒 原神裡面的愛爾海森 他講出來了 沒有實疑 真的喔 這個是沒有Re過的 這個題目完全沒有標準答案 你可以再講一次 最帥的男性角色是什麼 原神裡面的愛爾海森 雖然我最喜歡的角色 不是他 但是我覺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 好 這個題目完全沒有什麼營養 純粹是為了觀眾面前 的惠心一笑 喔 那這就是我們的答案喔 謝謝大家 以上內容 就是我今天訪問洛杰的全部答案啦 希望觀眾們會喜歡 我是SKY 我是洛杰 POSE的大小事 下期見